在中国漫漫几千年的历史中,从来就不缺少英雄人物,从少年壮志风狼居蓄,到金国之身不让须眉,无数的华夏子孙在神州大地上演绎着传奇。 近代以后,世界大时代降临,中华儿女也开始走向世界,在神州以外的地方开始着他们的故事。 菲律宾在这个地处东南亚的小国上,因为身怀炎黄血脉的华人后代,开始了他的传奇人生。 他被人们称为阿基诺夫人,黄皮肤,黑头发,她本是平凡女子,多年操持家务,只愿家人平安幸福,为何最后却毅然决定踏入政界? 位居异国总统,却身怀异国血统,阿基诺夫人是如何登上如此高位,并受到举国子民的敬仰? 各位看官朋友们不要着急,在下面的视频中,我们将逐渐了解到菲律宾前总统,中国女儿阿基诺夫人的一生传奇。 新来的观众朋友们记得点赞,关注,转发,方便浏览往期精彩视频。 阿基诺夫人本名玛利亚·克拉松·科明昂科,在1933年1月25日,出生于菲律宾马尼拉市,祖籍在中国福建省张州市角美镇洪建村,祖上为许姓后人。 阿基诺夫人的曾祖,名叫许尚志,在1861年,未讨生活移民至菲律宾,凭借着华人特有的勤奋与智慧,阿基诺夫人的曾祖逐渐在菲律宾站稳了脚跟, 娶妻生子,开之散逸,成为了当地的旺族。 阿基诺夫人便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之中,菲律宾国籍却又是当地华裔世家,家族势力遍布当地的正商二戒。 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,阿基诺夫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,眠物理知是非。 1946年,13岁的阿基诺夫人远赴重阳,到美国的学校求学。 1954年,阿基诺夫人和菲律宾自由党总书记,参议员贝尼格诺·阿基诺接手夫妻。 贝尼格诺·阿基诺聪明能干,年纪轻轻便位居菲律宾政府高位。 两人婚后也是相敬如宾,家庭生活幸福美满。 这段时光对于阿基诺夫人是最难忘,也是最美好。 如果天无不测风云,或许世界上就少了一位叱咤风云的女总统,多了一位贤良温数的家庭主妇。 但历史没有如果。 1965年,世界在美苏两极争霸格局下动荡不安。 菲律宾国家实力薄弱,无力独善其身,费迪南德·马克思继任总统职位后,选择投靠西方阵营,在国内掀起大规模清洗共产主义的运动。 年轻的贝尼格诺·阿基诺在这场残酷的清洗运动中发现,迪南德·马克思名为抵制共产主义,实际上却是为了加强自己的独裁统治。 于是,心怀正义的贝尼格诺·阿基诺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反对独裁的眼角活动。 此时的阿基诺夫人在菲律宾上层已经逐渐斩落头角,但人们对她的印象还停留于贝尼格诺·阿基诺的妻子身份上。 在自己的丈夫积极开展反对独裁政府的活动后,阿基诺夫人对此大力支持,不仅将家庭事务全数揽到自己身上,尽量减轻丈夫的负担, 还帮助丈夫处理演讲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,以便让丈夫全身心地投入到伸张自由民主的事业中去。 事实证明,两夫妇的努力并没有白费,越来越多的人民意识到了现任迪南德·马克思政府的黑暗独裁面目, 反抗和民主的意识逐渐渗入人心,但危险也随之到来。 原本在迪南德·马克思政府看来,士丹利伯的阿基诺夫妇对抗政府的行为幼稚可笑,构不成什么威胁, 如果小鸡大作逮捕他们,反而会把事情闹大,引起人民对政府的不满。 就是这样的想法,使得阿基诺夫有了传播发扬民主思想的机会。 1972年9月21日,随着阿基诺夫的努力,迪南德·马克思政府也日渐感受到了危险。 于是,迪南德·马克思宣布正式逮捕贝尼格诺·阿基诺,并污蔑她是意图颠覆国家政权的共产分子。 一向支持丈夫的阿基诺夫人对此极为愤怒,原本一直站在丈夫背后的她决定亲自站到前台,营救丈夫。 为此,她一边在国内联络各方政治势力,对政府施压。 另一边,她还积极地请求国际对她和渴望民主的菲律宾人民给予帮助。 经过了长达七年零七个月的不懈努力,尼格诺·阿基诺终于以治病的名义离开了监狱,逃亡美国。 这七年多的时光,对于阿基诺夫人而言,是煎熬和成长的。 第一次完全脱离丈夫的影子,在阳光下独面政治的黑暗,与独裁的权利进行斗争。 阿基诺夫人的政治嗅觉和才华也在这一次实践中得到了展露和提升。 这为她后来正是涉足政界提供了良好的基础。 前面我们说过,贝尼格诺·阿基诺在经历了七年多的牢狱之灾后,终于得到了自由。 此刻已经在美国定居,过上了安稳的生活。 但只顾自己的幸福,忘却祖国人民的苦难,是阿基诺夫妇不能接受的。 于是,怀着一颗深切爱国的心,贝尼格诺·阿基诺再度踏上了征程。 殊不知,这一去竟然成了有别。 1983年8月21日,刚刚走下飞机的贝尼格诺·阿基诺,还没来得及看上一眼破别已久的祖国, 便被当局暗派的士兵刺杀甚亡。 一代为国为民的政治家,就这样死在了祖国首都的机场。 不得不说,这是一种讽刺,同时也揭示了独裁统治的末日即将来临。 此刻,得知丈夫死讯的阿基诺夫人,在悲痛的同时, 也暗暗下定了决心,她要继承丈夫的遗志, 推翻黑暗独裁的迪南德·马克思政府,将自由和民主带给菲律宾人民。 痛定思动后,阿基诺夫人正式走上了前台,参与到菲律宾政府工作之中去。 在这个过程中,来自丈夫的人脉和自己母族的帮助, 对阿基诺夫人也是注意两路,为她对抗迪南德·马克思政府提供了坚强的政界支持。 1986年2月,阿基诺夫人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,顺利登上了总统职位, 成了菲律宾乃至亚洲首位女性领导。 执政后的阿基诺夫人未改初心, 她始终兴兴业业,不忘自己和丈夫曾经的愿望, 把菲律宾建设成独立、民主和富强的国家。 为此,阿基诺夫人在上台后,针对菲律宾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改革, 政治上对国内政治体制进行整改,制定和完善了新宪法, 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消贪运动。 经济上,她打破垄断式贸易, 大力发展农业,鼓励创业, 并提高了公职人员的工资,以此刺激消费。 外交上,菲律宾曾是美国的殖民地, 尽管菲律宾独立已久,但国土上依然存在美国驻军。 阿基诺夫人通过谈判,努力与美国达成了新协定, 督促美军军事基地从菲律宾国土上撤走。 这一举措不仅大大振奋了国内的正心民心, 而且维护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。 通过以上种种措施,菲律宾得到了一段黄金发展期,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, 经济迅速发展,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 此时的阿基诺夫人在菲律宾人民的心中, 无疑是一位有作为爱民如子的优秀领袖。 阿基诺夫人已经完成了新日两夫妻的梦想, 让菲律宾走上了民主富强的正确道路。 我们常说富贵不还乡,如锦一夜行。 身负盐黄血脉的阿基诺夫人对曾经母国的向往也与日俱增。 当时的国际环境上,冷战的僵局逐渐被打破, 中国与欧美等国家的关系也逐渐改善。 随着剑拔弩张气息的消除, 临近中国的菲律宾也极限地需要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。 恰巧的是,阿基诺夫人正是中国后裔, 她本人也在多个场合上称自己是福建人的女儿, 访华势在必行。 1988年4月14日,阿基诺夫人来到了福建省张州市脚美镇洪建村, 正式开始了她的寻根之旅。 这里正是阿基诺夫人家族的根, 她的祖辈们曾在这里生存繁衍。 在村委的陪同下,阿基诺夫人向往许氏宗庙祭拜仙人, 并与当地乡亲们展开了亲戚的交流。 迄今为止,那刻被阿基诺夫人栽种在宗庙外的南洋山依然在茁壮成长, 象征着阿基诺夫人对母国深切的祝福, 对乡亲们割舍不断的血脉之情。 然而,世间的事情总是充满遗憾。 2009年8月1日凌晨, 阿基诺夫人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一所医院, 永远闭上了那双宝经风霜的眼睛, 与世长辞。 这位常称自己是中国女儿的菲律宾优秀领袖, 终究还是落下了自己人生的帷幕。 她怀着对自己祖国殷切的期盼, 怀着对曾经母国美好的祝福步入了天堂。 在时光的魔力下, 每个人都会逝去, 但总会有些特殊的人留下一些东西, 给这人间增添一抹传奇。 阿基诺夫人正是其中之一。 好了,这期视频就结束了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, 别忘了随手点个关注, 支持一波哦。 如果有喜欢的话题, 欢迎提出, 我们下期再见。 参考资料, 阿基诺夫人, 世界历史菲律宾, 世界女总统传奇。